最近染疫者死亡 就火化的問題 大家都在討論 那我想請問指揮中心 有沒有打算就乾脆訂出一個詳細的時間 就是幾天內要火化 或多久內要火化 然後在冰櫃裡面 冰存可以多久 有沒有這樣的計畫 謝謝 我第一 我們再強調就是說 這個我們的規定 從一開始的規定 我們就強調說他是要火化 那深埋藥 衛生機關的報準 那在裡面並沒有規定時間 但是我們一再 為了大家的安全跟避免染疫的風險 所以我們一再說要求要能夠快速的 急速的 去做一些相關的火化 那所以我們說沒有規定24小時內 我想有些新聞在看起來有一點誤解 就是說我們並不是說24小時以內火化的人 是錯的 沒有 那是對的 因為我們希望他速度快 只是我們沒有明顯說 是24小時以內 這我第一要聲明 所以並沒有說24小時以內火化是錯 然後第二個 我們在一開始 大家知道我們訂的 這個相關的這個醫療院所的指引 那有關於屍體處理的部分的規定 主要要確保遺體 不至於再度的傳染 那以及防放 殯葬工作人員處理過程中的安全 因此就規定 屍體裝入兩層的濕袋後 以稀釋的漂白水抹飾 不可以再打開 所以因為他不可以再打開 所以就事實上就後來就會在所謂的沾養遺容 或等等上面 就會有相當的困難 不過當初這時候我們的規定 那避免就打開的時候 他的一些感控或傳染 給相關處理的人 所以我們是規定在放入兩層濕袋後 稀釋漂白水抹飾 不可再打開 並因醫傳染病防治法等相關規定 禁速 禁送火化廠火化 那實務上 在各地方法考量火化廠的量 能複合 在不影響火化廠日常工作的情形之下 都以24小時為原則 這是地方在處理的時候 我們在法上面沒有 規定在24小時內一定要火化 但是我們要求要 就是能夠禁速 能夠禁速 那地方當然有根據他的排班 還有整個火化廠 使用的量能 所以都盡量在24小時裡面 那以往裡面剛才提到說 在冰櫃 在冰櫃裡面去處理它 那以前就是怕說 萬一有什麼洩漏或怎麼樣 還有在處理 這些感控要分流 所以各地方在冰障這個地方 或在各地各地方的 在冰障的處所都做得很小心 所以盡量都不入冰櫃 那況且最主要是這個屍體一旦沒有進到冰櫃 那又不能打開 所以就變成就是要時間就越快火化越好 免得再有可能 任何的一個傳染可能性 那當然因為這樣子做下去之後 那對於家屬有時候要沾養這一種 那有一些的遺憾 那當然 我們也感到很不捨 那不過這還是要綜合考慮 還是要考慮就是說 它還是有傳染的一個風險在 那所以我們既然有規定了這個 所以我們現在時間可能就還是一樣 請大家盡速火化 那根據地方在火化廠的一個要求 如果在24小時把它處理 那會比較好